我們台灣的政府如何在引導這個AI發展的政策上面 做出真正能夠趕上世界這樣進步速度的一個政策 難道我們要仰賴科技的這個速發部嗎 好,我想請問有沒有更有效的方案 謝謝 好,針對AI的問題的話 我很高興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從民眾黨黨團今年秋天的時候剛提出一個台灣的AI Act 這個AI Act是針對我今年七月初的時候去歐盟 我有一個世界經濟論壇的年輕領袖朋友 他是寫歐盟AI Act其中三個寫法案的之一 他也是世界經濟論壇的年輕領袖 那就是比照那個然後從台灣的法規 我看那個差異化多少 然後再把它做這個提案 因為在立法院的話 我們我辦公室提的案子 許多不是 就是像一些監督的機構 獨立機構 他是說你修幾條法 就有些分數了 我我們這邊提的法案呢 許多是整條法 像剛剛數位醫療發展條例或AI法案等等的 那至於說 這個AI跟轉型 我覺得有幾個點 我覺得說 第一點是 剛剛我提到說 數位轉型 全國的數位轉型 那我覺得要從公部門要開始 然後還有就是說 公部門的話 應該很多的文件 尤其對外開放的資料 應該是要中英文同時上線 然後要 然後很多部分要能這個即時處理 這是很重要的 那還有就是說 AI取代工作的部分呢 現在其實 這個波士頓顧問公司 麥肯錫等等 他們都有評估 大概是百分之二十的這個工作 目前在未來這三年 五年之內 會被AI多少的取代的 所以在從勞動部門的部分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 讓現有工作的人能skill up 不管是公部門的或是民間的 要怎樣把它skill up 才不會落高 然後就是跟不上這個時代 這個轉型 然後會失業 所以這也是一個部分 那再來我覺得 另外一個點 就是在AI的部分呢 其實回歸就是data data是這個最基層的 就是資訊的部分 data以上就是digitalization 數位化 再來才是AI 我覺得現在的問題 是台灣的這個data management 連資訊管理都不很完整 那我們在立法院 也有提過這個資訊安全法 就是講IT跟OT的部分 大家在做 如果從資訊產 就比較能了解 就是說現在我們很多 尤其COVID之後 很多都是cloud based的work 都是雲端的工作 這就是OT 就是operating technology 這是在雲端的 那是軟體比較重的 那IT的話是硬體的部分 那許多我在疫情的時候 還有認識科技產業的朋友們 他們自己都不敢用健保卡 去領口罩 他寧可自己排隊 親自去領口罩 說你這種科技人 怎麼不敢去用這個卡片 健保卡去領呢 重點就是說 我們這個IT 反而是不完整的 怎麼說呢 就是說你今天插這個卡 在一個診所的話 他那個醫生的這個電腦 如果是外環的 那是OT在管理 你手機上線 或是別的電腦上線 那就是不安全的 那這個又綁進去我們的MOH 我們的健保的資料庫 那個才是IT的硬體 等於說 你像是我比例說 像人穿衣服一樣 穿上衣沒有穿褲子 就是說你要IT跟OT 要一起搭配 這資訊才會安全 然後呢 同時我覺得這樣AI的部分 也要分享就是說 其實未來呢 有一個這個叫數位帝國的概念 我趁著機會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這也是有一個好朋友 叫ANU Bradford 他今年在牛金出版社 今年10月的時候 剛出這本書 叫做數位帝國 明天他會用中文版出來啦 我跟大家講結論就是說 因為數位跟資訊 是這個未來的 他說數位的這個資料 Data呢 比黃金跟油還要值錢 那這個 這個數位帝國有三個規格 一個就是中國的規格 就用數位來管制人民 那第二種規格呢 就是美國的規格 就是數位 讓整個市場 市場化 就是有這種Meta Google這種大的企業 那第三種就折衷了 就是歐盟的這個GDPR 就是它的個資管理 那這個歐盟的個資管理 除了歐盟的27個國家簽署 這個一致的個資管理的方法呢 在那個全世界有三十幾個國家 也導入這個GDPR的規格 大概就是五十幾個國家 這個GDPR的規格 在亞洲呢 只有兩個國家 目前進入GDPR 這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的規格 就是日本跟韓國 所以我們民眾黨 在立法院也主張 就是說 以GDPR 成為第三個導入GDPR的國家 因為我相信了說 民主的國家 我們所運用的叫做 interoperability 要能互通互用的 就像說你今天手機上的這個 Food Panda 或是UberEast這個APP 在Android在Apple手機 都是可以通用的 我希望就是說 台灣這部分 許多能跟國際接軌 然後才能走到這個AI世代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能講出這麼完整政策的副總統候選人 只有在民眾黨才看得到吧 大家好 大家好 晚安 Good evening everyone 我是民眾黨的副總統 後選人 五十幾 大家好 大家志工 大家民眾黨的朋友們 辛苦了 好 我今天才起六點 這麼多人去回來 我在中東 阿布達比 杜拜 四天 以後我就去美國 去三天 今天才起六點到台北 整天才起 衛環委員會當招委 在討論這個退休金的議題 中島和主席 和歐洲的一些大使 還有歐洲商務協會的 吃飯 大家可能不知道說 歐盟呢 是我們台灣第一大的投資者 不是美國 不是中國 也不是日本 美國 也沒有前十名以內 所以 歐洲對我們的導資 是很重要的 阿布 就開始準備 拜五晚上的 正大 學生的演講 阿布達比 現在 我正在講這個 呃 給五星一副總統掌聲鼓勵 最后的31天 大家辛苦了 我說不管怎麼樣 我家被喝幾杯 這跟大家的生活都非常的貼近 大家可能不知道說台灣現在有700萬人 700萬人固定的要去領藥 每三個都要去病醫 去領藥 大家反正說淨零碳排對不對 然後氣候變切淨零碳排 大家可能不知道說 如果醫療產業在世界是一個國家的話 醫療產業的碳排放是全世界第五大 第五大的國家 因為你坐車去病醫 你如果是帶孩子去 帶孩子去 帶孩子去病醫 都是在交通上面的不便 所以說我們這種數位醫療發展條例 除了幫台灣譬如說慢性病患 或是有家屬要帶的這個家人呢 幫幫助他們拿油的時候比較方便 不用去病醫去排隊 用時間以外 數位醫療也幫民眾有很多的幫助 比如說大家知道不知道說 悲癌的部分 悲癌其實在醫療的產業現在的科技很發達 早期篩檢可以抓到97%的早期的病患 OK 所以為什麼數位醫療很重要 就是說我們現在健保 因為我知道 我剛才在衛環委員會 我們產業常說這個 防治甚為治療 我們現在健保的費用 每年增加 總統會在晚期的治療上面 你尋完去發症 進戶開的錢也貴 人的名字 時間就是金錢 人也要買回來 對不對 所以我們應該用科技的方式 結合到每個民眾的生活上 因為我相信精準醫療 是每個人的基本的人權 因為每個人的老化 同樣的年齡面的老化 每個器官的老化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為什麼我講這個呢 就是說我今天有機會 幫科主席 他選我副總統候選人 我的主張就是說 台灣如果是跟國際接軌 我們一般的問題都改革了 所以國際連結 國際接軌是很重要的事情 第二就是數位轉型 全世界的趨勢 就是數位科技的產業工作等等的 我們台灣要怎麼樣接上這個 數位的順風車 包含上數位醫療等等 產業這樣的推動 第三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就是青少年跟跨世代的正義 就是說 我知道台灣這 30年來 實質上的實質都沒有 沒有去 大家的生活也很辛苦 一個社會要安定的話 這個貧富差距 必須要 不能那麼懸殊 然後呢 我們應該是用辦法 讓台灣的經濟翻轉 那台灣的經濟要怎麼樣翻轉 要找到一個 下一個復國群山 不管是數位 AI 醫療等等的 我們一些法規 就要跟美國 歐洲等等的 個資法 資訊法 醫療相關的法律 那是我們跟國際接軌 這樣人來導致台灣 去而來導致台灣 都有新的工作 我們的薪水怎麼會去 OK 還有就是我們的錢 如果是去外面導致 投暴率 還有其他國家做這所謂的 惡鬼外交 把台灣在國際上的定位 除了是半導體的王國以外 OK 希望說台灣在國際上有一席之子 有民間度 所以就說今天有機會 搭配柯主席 我已經全力以赴 後面31天 希望大家的支持 明明來祝阿公祝阿嬤 祝孫子 大家一天祝三張票 好嗎 來支持柯委的柯主席 可以嗎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努力 大家 veloc 靈 你們 你們 另外